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4月8日星期五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一下消費券的最新消息 相信各位網友已經拿過消費券 據了解這次的消費血爭核戰好像遲遲了一點 但陸續有不同的實用優惠出現 據了解有八佳然後到惠康 令邊緣七十一等都有一些最新的情況發生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整理一下 並且跟進一下相關最新的優惠之餘 最重要就是關注第二期五千元究竟怎樣派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衝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導 超市便利店消費券最順攻略 八佳慧康買現金券送現金券 一田憑發票換優惠券 另邊商七十一買300元現金券送30元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電子消費券日前開始派發 各大超市和便利店為了吸引顧客消費都推出各種優惠 當中最損的包括以消費券購買現金券 再額外送現金券過來 這篇文章將會介紹現金券的最新優惠情況 首先慧康公布即日到5月31日以電子消費券購買1000元的購物現金券 將會多送50元現金券 買夠2000元送120元如此類推 現金券不設最低消費要求 並可以同時使用多帳優惠券 顧客每次最多可以購買總值10000元的購物現金券 即是最高可以回贈600元到期日就是今年6月30日 另外白街公布由即日開始到4月17日推出賞你禮券優惠 在全線香港白街門市購買50元的白街禮券 會滿2000元即送3張50元優惠券 每次交易最多可送6張50元優惠券 下次購物時滿100元就可以使用 每次只限使用一張 到期日就是今年5月15日 另外71也加入戰團 71公布即日開始到5月3日期間 推出七仔買著想優惠 以電子消費券購買300元現金套券 當中包括10張 再送一張30元現金券 現金券是不設最低消費要求 有效期到今年9月30日 而30元現金券限期到5月31日 不適用於買香煙或服務項目等 限量發售受緣即止 另外一田百貨公布電器、美容、廚具、嬰兒用品等產品 以低至三折優惠發售 若以即日單一發票 購買一田現金禮券 會滿1000元 就可以換領110元的超市現金優惠券 不過需要注意 一田百貨並不接受 Ali Pay付款 另外由4月2日開始 全線一田百貨和超市 營業時間已經延長到晚上9時 另外講OK便利店 至於上次派發20元現金券的OK便利店公布 由4月7日至9日期間 以這個電子消費券購買指定的禮品卡 就會即送現金券 購買一些禮品卡滿500至999元 就可以獲得25元的禮品卡現金券 不過看來就不適合各位老友記使用 有人問OK便利店上次派20元的優惠 於是大家就大排長龍去OK 取消費券 因為解救這次好像沒什麼料到 但有個說法就這樣說 大家留下一些蛋藥 就在下一次即是未來的5000元 若然最終都是用消費券的方式派發的話 就真正要搶客 但無論如何都好 現在最新的優惠最順 莫過於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是買現金券 送一些現金券給你 當中衛康和百佳又繼續激烈競爭 但既然礦仔說 凡是這類的爭客戰競爭 最後的得益者都是消費者 所以你們爭一下也無謂 另一邊相應也看看市面的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王家和就估計 餐飲業在第一期 可以佔到50億元的份額 報導的內文是 新一輪消費券第一輪5000元 在昨天4月7日開始派發 不少市民已經第一時間領取 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王家和表示 不少市民收到消費券後都外出消費 部分食股出現人籠 但受到食股會台人數和營業時間限制 日間生意即使有上升 整體生意得益也不大 他預計第一期總數300億元的消費券中 餐飲業可以佔到50億元的份額 王家和就在電台節目指 期望第二期消費券發放的時間 正值疫情受控 食股會台人數可以放寬到8人 加上營業到凌晨 相信食股生意會有強勁的反彈 可佔整體消費券金額總數約25% 另外八達通營業及市務總監 李玉兒在同一個節目表示 昨日用手機應用程式 領取消費券的市民比去年多 相信在疫情下多了人留在家 他提到公司推出優惠 第一次以手機應用程式領取消費券 會有10元的獎賞 李玉兒又指除了凌晨時分 因應用程式的用量高峰 部分市民要試多幾次才能得到消費券 以及個別港鐵站的交通費用保鐵站 因應用量較大而調整額度 其餘時間八達通領取消費券的運作 都是大致正常的 受限於儲值額的上限 現在用八達通領取消費券 需要分兩期領取 第一期的4000元也要至少拍兩次卡 被問可否提高儲值限額 李玉兒說因為絕大部分八達通卡都不記名 所以要考慮安全和應用的廣泛程度 兩方面都要取得平衡 黃家和就預計接下來有機會 尤其是第二次派消費券的話 到時就應該已經放寬食肆到晚上的凌晨時間 會台坐8人 若是如此食肆有機會有生意上的反彈 這陣子都比較難搞 因為會台仍然限坐兩人 另邊商八達通的千古之謎 是3000元的儲值額上限 在這次要取4000元也要分兩次 要用4000元才能取下1000元 相當之麻煩 但暫時看來八達通未必會調整儲值額上限 另外亦和各位網友跟進一則網絡頁說 根據HK01的報導有位港媽在茶樓叫外賣 竟然叫了一份82元的甜醬油 送到才知道中伏 網民爆笑說沒得怨 報導的難民是如此 疫情之下外賣平台發展蓬勃 各類型食肆紛加入平台被市民選擇 有港媽分享叫外賣的經歷 她透過平台訂購了一間茶樓的食品 包括幾款點心 和價值82元的甜醬油 結果收到一刻 就發現甜醬油 只是用漬氣膠碗盛載 立即感到中伏 就沒想過82元是這一碗 網民一看就爆笑 即然那碟醬油比送貴 但因為店家名碼實價 自己點的話就沒得怨 那位港媽在FB群組將軍澳主場發貼文 只透過外賣平台訂購了一間點心茶樓的食品 在帳單截圖可見 她訂了五款點心加一份醬油 總計328元 而最貴的竟然是那份82元的醬油 港媽解釋家裡沒有甜醬油 因此沒想太多就下單 想不到送來的竟然是用透明小膠碗盛載 甚至那個醬油只達到一半的容量 就說想買一枝回來 怎料她給了一碗這樣的東西 據了解那碗醬油送來的時間也倒寫了不少 那位港媽最後向外賣平台投訴 最終獲得退款 但說82元就買一碗醬油 大家又覺得值不值不值不妨 劉過言說一說 我是曠仔 我們下次短片繼續聊天